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今天是5月9日星期四 歡迎收聽今日新聞 我們首先看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英國政府8日宣布 英國將驅逐一名俄羅斯駐英使館的武官 因為這個人被認定為俄羅斯的軍事情報員 而俄羅斯也做出強烈回應 同時立陶縣和北約也首次展開演習 請看報導 美聯社報導 英國內政大臣齊詹明對國會表示 由於俄羅斯在英國持有的物業 有多處已經淪為情報用途 因此政府將取消這些物業的外交地位 並且對俄羅斯的外交簽證施加新的限制 他做行動是針對俄羅斯政府 在整個歐洲的魯莽和危險活動 齊詹明說 接下來的幾天 英國預計俄羅斯政府 會提出恐惡證、陰謀論 以及歇斯底里等指控 這些不是什麼新聞 英國民眾和英國政府不會上當 他敦促說 我們向俄羅斯傳達的信息很明確 停止這場非法戰爭由烏克蘭撤軍 以此同時 俄羅斯外交部也作出回應說 將會對倫敦 驅逐俄羅斯武官的舉動 作出適當反應 俄羅斯電視主持人 政治宣傳家索洛維耶夫 再次威脅 要用核武摧毀英國 他表示 現在是所有英國居民 學會在水底呼吸的時候了 英國武裝部隊司令警告說 世界各地醞釀中的緊張局勢正在沸騰 另外5月7日晚 立陶宛當地居民實施宵禁 立陶宛和北約盟國武裝部隊 首次在國內進行演習 立陶宛政府警告 便衣士兵可能會攜帶武器出現在城市街頭 8日金融時報引述立陶宛總理 希望尼特的說話 立陶宛已經準備好 派遣軍隊前往烏克蘭進行訓練 7日 烏克蘭用Atecrums飛彈 襲擊了勞金斯克的俄羅斯一個油膚 和一條天然氣管道 而截至到3月底 烏克蘭已經摧毀了俄羅斯大約14%的煉油產能 另外俄羅斯的坎察加比德巴普洛夫斯克 海上貿易港口發生大規模火災 火場面積超過5,000平方米 8日以軍重新開放了以色列南部和加沙之間的 海雷武、沙洛武的景點 據說 有數十量人道主義援助卡車 在一小時內通過了該個景點 但開放後 該個景點至少遭受了哈馬斯的兩次火箭彈集擊 據巴勒斯坦人和聯合國近東救濟工程署 UNRWA相關聊天室釋出的大量報告顯示 UNRWA工作人員正在竊取援助 並出售人道援助以牟利 發此報告的人則面臨報復 美國已暫停向以色列交付3,500枚炸彈 因為擔心這些炸彈可能會被投向拉法 此時在美國國會引發激烈爭論 曾在UNRWA工作17年的前僱員塞爾德 建立了幾個聊天室 2016年 他公開指責近東救濟工程署 藏了一張否認以色列存在的近東救濟工程署學校地圖 並肯當年6月聯合國負責人潘基文 召開新聞發布會時 用白布擋住了鏡頭 因此被近東救濟工程署免職 現在,塞爾德仍在經營這些聊天室 儘管最近對UNRWA宣揚恐怖主義的行動進行了嚴格審查 並承諾進行改革 但這些聊天室仍在蓬勃發展 其中很多帖子都以反猶太主義 煽動仇恨和聖戰恐怖主義為主題 成千上萬的員工在聊天室內發帖 慶祝伊朗最近對以色列的襲擊 這些聊天紀錄不僅暗示了 UNRWA肯管理援助分配方面存在嚴重問題 也暗示了工作人員對缺乏問責制 以及UNRWA高層官員 肯應對這些罪行方面的不作為深感沮喪 因此不得不向塞爾德傾訴他們的不滿 希望他能讓UNRWA的高級官員傾聽他們的聲音 另外,8號以色列國防軍發布了夜間短片顯示 其坦克、步兵戰車和推土機夜間大舉進入拉法 在聯合行動中,異軍消滅了加沙士哈密斯海軍部隊指揮官 哈曼德·亞利 他曾多次指揮了針對以色列國防軍 和以色列領土的恐怖襲擊 同日,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在國會2025年國防預算聽證會上說 鑑於以色列公佔拉法邊境口岸 正在評估以色列是否會對拉法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 是否會保證拉法地區的120萬巴勒斯坦人的安全 為此,美國暫停了向以色列運送1,800枚2,000磅炸彈 和1,700枚500磅炸彈 共和黨參議員格雷厄姆質問道 你認為哈馬斯、伊朗和真主黨想摧毀猶太人嗎? 奧斯汀回答說是的 格雷厄姆又問 那你如何限制以色列的自衛能力呢? 真荒謬 讓以色列提供他進行戰爭所需要的東西 他輸不起這場戰爭 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 東亞學系終身教授張平 贊同格雷厄姆同時也表示 此事權在拜登 國會是無法干涉拜登的決定 前國務院蓬佩奧發文表示 拜登政府正扣留運往以色列的武器 如果屬實 這將是對我們向中東最重要盟友的背叛 哈馬斯必須被摧毀 拜登團隊不應該再向國內的恐怖主義同情者屈服 而應該與以色列站在一起 張平認為 從三個月前開始 加沙戰爭從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的衝突 逐漸演變成了美國和以色列之間的角力 表面的問題是以軍該不該攻打拉法 消滅盤距在那裡的哈馬斯的最後兩個成建制的武裝單位 衝突的實質就是要不要留哈馬斯一條狗命 出於不明的原因,拜登決定救哈馬斯一條狗命 在加沙留下這個殘酷的恐怖組織 為此,拜登先拒絕同意內塔利亞湖三個月前 就交給他的拉法作戰計劃 隨後策動英、法、加爾等盟國被以色列斯加壓力 然後又肯安理會放水通過支持恐怖主義的決議 所有的威脅失效之後 現在直接使無前例的撤斷了以色列的軍援 哈馬斯的救星肯白宮 當日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的發言人說 哈馬斯準備討論他們同意接受的提議 而不是新的提議 只要需要,哈馬斯願意繼續應對戰鬥 消息人士說,美軍在加沙海岸外 用於人道主要援助的浮動碼頭員工之後 在過去24小時內 至少兩次遭到哈馬斯發射的火箭彈和迫擊炮的襲擊 襲擊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但對現場造成了輕微損壞 以色列軍隊發起行動佔據了拉法過境點 美國對此做出評論 5月8日,美國總統拜登表示 如果以色列在拉法人口籌密地區 對哈馬斯發動攻勢 他的政府將不會支持以色列 或提供攻擊性武器 陳理報導 華盛頓言論的要點 主要是在於加沙走廊被爛的 超過100萬巴勒斯坦人 拜登在8日說,如果以色列進入拉法 美國將不會轉移更多重型炸彈 防止人口籌密地區遭到波及 他澄清說,美國將繼續向以色列提供鐵窮導彈 攔截設施和其他防禦武器 以確保耶路撒冷能應對該地區對手的攻擊 但如果在缺乏疏散政策的情況下 推進拉法進攻 美國不會提供武器和炮彈支持 以色列國防軍在隔夜發布的聲明中表示 目前,軍隊正在攻擊加沙走廊中部的哈馬斯目標 拉法地區還沒有新的軍事動作 白宮限制武器輸送的做法 遭到美國在野黨、共和黨領袖的反對 8日,美國眾議院議長約翰遜 和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內爾 評擊拜登暫停向以色列運送炸彈的決定 說此舉違背了及時向以色列提供安全援助的保證 在自拜登的聯名信中 共和黨高層議員指出 此舉不會影響國會對以色列幾十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但輸送彈藥對以色列的安全援助來說 是當務之急,不能拖延 在此情況下,拜登在演講中說 美國沒有忘記對以色列的安全承諾 他在8日表示,去年10月7日之後沒多久 他就告訴總理萊塔利亞湖 我們將幫助你贏得和新亞爾的戰爭 他亦表示,曾經對以色列傳遞了其他信息 包括他提到,我們將幫助你專注於抓捕壞人 但希望以色列不要反落美國在911之後的同樣錯誤 他說,美國進入阿富汗追捕基地組織領導人 奧薩馬·本·拉登是有意義的 但試圖統一阿富汗沒有意義 在接受CNN採訪時,拜登說 以色列在加沙的行為還沒有越過紅線 但他指出,上星期他推遲了 向以色列運送幾千枚2,000磅和5,000磅炸彈的計劃 因為他擔心使用這些炸彈可能會導致以色列受損失 8日,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海軍少將哈加里介入談判 他說,盟友將閉門解決任何分歧 以此淡化與美國之間的不同意見 不過,Axios報導說,有以色列高級官員 對拜登政府暫停武器運輸,表示心感沮喪 警告說,這可能會危及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人質談判 以色列消息人士告訴Axios 耶路撒冷方面擔心,當哈馬斯看到美國加大對以色列的壓力的時候 哈馬斯不會願意在人質談判中妥協 並補充說,美方的壓力應該針對恐怖組織 我們再來看看兩岸新聞,下面請聽報導 近期有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 中共似乎正在忙於擴張軍用海港 5月8日消息,柬埔寨國防部發布聲明 專門回應了關於兩艘中國軍艦 在北京資助柬埔寨海軍基地長期駐紮的消息 當局聲稱,這個並不構成中共軍隊在柬埔寨的永久部署 請聽報導 自從去年12月以來,中共派遣兩艘護衛艦停靠在雲朗海軍基地新碼頭 美聯社分析當前的衛星圖像證實 這兩艘船在8月仍然停留在那裡 距離它們最初出現已經有5個多月了 美國和歐洲長期擔心,藉著建設柬埔寨碼頭 中共海軍已經在泰國灣獲得新的前哨基地 而在這個月遲些的時候 中共和柬埔寨還將舉行聯合軍事演習 柬埔寨方面對此公開澄清說 我們已經明確表示 柬埔寨不允許任何外國軍隊部署在其領土上 那個不會發生 這一點寫入了我們的憲法,我們完全遵守它 他聲稱,這兩艘艦艇只是為了參與軍事演習 在訓練期間停靠,不會永久停留 關於雲釀海軍基地的爭議 最初出現在2019年 當時華爾街日報報導說 美國官員看到的一份協議早期草案 其中表示柬埔寨允許中國使用該基地30年 在那裡,北京將能夠部署軍事人員 儲存武器以及停泊軍艦 該基地疲倫南海 還可以方便地通往馬六甲海峽 這是從南海通往印度洋的一條重要航線 柬埔寨時任首相洪森否認有這樣的協議 他說柬埔寨憲法不允許外國在其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 但歡迎各國船隻來訪 但是總部位於華盛頓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在其報告中指出 兩艘日本驅逐艦在今年2月停靠期間 被要求從該港口改道 而柬埔寨自己的船隻 也並不使用新造的港口 因此其設施的歸屬傳移 美國擁有比其他國家更多的外國軍事基地 其中包括在印太地區的多個設施 其中關鍵的軍用設施位於日本和菲律賓 而中共也似乎正在進行發展海外港口的努力 在貧困但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非洲國家吉布地 中共經營了一個公營的外國軍事基地 遭到歐美發達國家的關注 也是在最近 由於中共對海外基建全有頗差居心 遭到一些國家的抵制 之前 秘魯試圖撤銷中共國有中遠海運的獨家經營權 令其無法對該國建設中的淺海港私家影響 卻遭到該企業以流氓方式的回應 該公司宣稱堅持與秘魯政府達成的原始協議條款 拒絕離開 在此之前的3月份 秘魯國家廣務局聲稱 之前對中共企業給予獨家經營權是個行政錯誤 請求法官撤銷這個決定 同時評估造成的衝擊 相關口岸被認為有打造南美洲太平洋運輸樓的前景 目前 工程已經完成70%以上 為保存所有權 中遠海運港口 在4月致函秘魯經濟部 建議展開6個月的協商程序 試圖保存其經營權 根據國際研究實驗室A-Data的早前研究報告 最終中國企業的投資渠道 當局在未來2-5年內 可能瞄準印太、非洲多個地點建造軍事基地 台灣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李正修 之前評論說 中方在多國港口進行投資 這樣的想法看似可行 但問題是 中國有沒有維護這些港口的能力和經費 畢竟將軍隊派駐海外 需要龐大的經費 在當局 政績研發和提升軍備裝備的同時 有沒有辦法同時打造這麼多海軍軍艦 和訓練這麼多海軍人員派駐在外 這還是問題 他認為 如果中共採取這樣的做法 勢必要對其政府財政構成巨大負擔 李正修認為 美國有11個航空母艦隊可以派遣到全球 並且擁有幾十年訓練和實戰經驗 相對來說 中共的海軍只具備初級作戰能力 要將其軍力投射到海外 只是後勤和補給都會構成重大的考驗 台灣當選總統黎清德將在5月20日上任 直至目前已有37位跨黨派日本國會議員 將來台參加典禮 8日台灣國防部副部長柏洪暉表示 5月20日前後會嚴密關切中共可能的任何行動 紐約艾菲德大學學者王維正呼籲美國政府 在台灣關係法中 應立入因應中共灰色地帶戰略的作為 8日台灣日本關係協會副秘書長陳志任表示 目前日本國會正值開議期間 國會議員請假出訪並不是很容易 37位議員 包含多位具有擔任國員經驗的訪賓 人數亦創下新高 顯示日方對我國新政府的高度重視 日本各地方及民間友台團體將有高達15團 超過140位訪賓來台灣表示祝賀 更充分體現日本各界對我國新政府的友好和支持 另外 柏洪暉說 關於5月20日前後 中共是否有進一步舉動 國軍在聯合情監禁上都有所掌握 會秉持所有的戰備要求 嚴密關切中共對地區和平穩定的破壞 中共在台灣海峽及周邊的軍事活動 不只是針對台海 甚至針對印太所有地區 破壞區域和平穩定為全球所關切 軍方任務是確保中華民國陸海空安全 24小時擔負戰備 德國7日派遣兩手戰艦前往印太地區 同時美軍阿斯-1351探解放軍核潛基地 沿廣東海南擾飛西沙 專家分析 只要監控中共軍隊是否有異常活動 作為戰略預警之用 避免中共滋擾台灣520相關活動 據中央社報導 喬治華盛頓大學 借格以亞洲研究中心7日舉辦 《台灣關係法》45週年研討會 王維正表示 拜登曾說 美國對北約創立條約第五條 造出神聖承諾 若任何人侵略或對我們北約盟友採取行動 美方會造出回應 對日本、韓國和台灣也一樣 TRA並不能保證美國在台灣受到攻擊時出手保衛台灣 但拜登已經四度表態 如果台灣受到無端挑釁的攻擊 美國將保衛台灣 近期 美國最大的挑戰是中共越來越頻繁的使用灰色地帶衝突策略 台灣關係法需要更新 納入未受到關注的領域 例如因應灰色地帶策略的做法 布魯金斯研究院中國中心主任何水恩也表示 台灣每天面臨的網工及灰色地帶活動 就是中共當前的手法之一 美國國安圈越在這樣的實際問題上投入心思 越有利於維繫台海穩定 多謝你收聽今次的今日新聞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1 2 3 3 4 5 7 8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